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天鱼柴社,我是天鱼 今天早上呢,黑柴可欣发情十多天,然后搭配这个赤柴依依 他们两个呢,就是属于那种都是一年左右的这个初配的这个狗的这个父母犬 可欣是第一次发情,第二次发情,第一次没有配,然后这个依依呢,是已经上次搭配个春风丸啊,生的四只小狗非常好 然后我就在想,本身这个可欣,我打算是用大熊配的 然后大熊呢,最近也比较忙,他的爸爸忙着配这个圆配洗手丸,然后可能把可欣给耽误了 看都不看着呢,把辣椒放开,都不看可欣,我就没办法,只能把这个依依看着很可爱 并且依依上一次这个搭配也很好 他们两个为什么会给他搭配呢,因为这个脸啊,他们两个的脸都是属于那种很可爱的 我可能会,这个这个可爱脸,两个可爱脸在一起呢,生的孩子肯定是小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的 嗯,期待啊,如果能顺利的话,期待他们两个月之后小狗狗出生吧 狗狗的这个发情期在十多天左右啊,十多天就可以配 嗯,这个配种期啊,往后算 算这个58天到62天是正常的预产期啊,那个时候要好好注意狗狗是否生产 嗯,二十多天的时候就能看出是我怀孕完了啊,那个时候母犬可能会 筋食量不大,并且肚肚下腹,微微隆起,并且他的毛是竖着长的啊,很容易就会看出来了 嗯,可欣,这个黑柴呢,是很甜的一只小狗,并且很好看 性格,他的性格很好啊,一句说有点调皮,有点调皮,还正常啊 其实,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初配这个母犬啊,一定要这个 配种的时候,一定好好看着在他身边,防止他过羊运动 刚才你看,可欣可能一动,他就疼了,一就疼,可能就想咬他 所以说,防止他过羊运动 正常的这种走来走去是可以的啊 这就是狗狗一种特殊的一种交配方式 就是说,爬垮之后啊,他那个,这个后腿过了,叫对尾 这个过程持续这个,三分钟,五分钟,或者十多分钟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八分钟了,八分钟了 还正常啊,大熊的话要十,十五二十吧 因为狗狗的交配时间,可能和他本身体质有关 有些的特别短,有些的话可能两三分钟 有些的话可能十几分钟 这个只要他能正常的这个,呃,交配啊 他就,可能有健康的小蝌蚪,他就可能回孕 这只是,这只是一些,配种,繁殖的一些知识啊 无关任何的这个,这个这个调侃啊 还正常的这个配种知识交流 这是一一的第一,二位的这个,请 第一位是川普晚安,第二位是可欣 嗯,春风晚的孩子呢,都很好看 一一的这个,功力还是不错的啊,期待 能看看是否能生黑柴,还有能生赤柴 赤柴被黑柴呢,嗯,我觉得哈 生这个黑柴的几率比较大 因为本身一一就有黑血,配黑柴的话几率比较大 不管能生什么柴都可以,我们等着看这个 他在养多月之后的这个成果吧,哈 一一是大熊和小丸子生的,然后这个小黑柴呢 是我同几个月,六个月还七个月的时候养大的 叺大熊和小黑柴,门大熊和小肠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用这个, portal my 抗酸甲,或者是用点蝠,给它消消毒,这是很好的 一个这个小柴犬 一个小柴犬,这就是狗粑吧 长得你看,给你小小,出来动 来,跑跑吧 这两个小柴犬 这种赤柴的阳光下一照,就显得很漂亮,它的毛色越来越赤了,跟狗爸爸是一样的 很漂亮,非常漂亮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一窝,然后,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了,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我刚刚引进了四只的小黑柴,凶化领结全部完美 我都给它切好名字 四只小黑柴,过几天隔离完,然后正常进入喂养这个阶段,我给大家好好拍一拍四只小黑柴 我准备明年大量翻车黑柴,并且这个吃柴的对我们也扩大,因为有很多客户朋友找我买柴犬 没有,没有,我就 哎呀,我就 没有,没有,我没办法,全是在幼小,全部预订完了,感谢这么多信任我的朋友 我就在想明年要不要再断养几只 我们还是从小开始养啊,把小狗买回来,从小开始养到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啊,拜拜,让他们活动一下,就开始进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